大家好,欢迎来到BBT解说三国杀 今天继续带来两盘忠诚主视角的录像 看一看忠诚的精彩发挥 直接看录像 先看第一盘 主视角玩家叫灵鬼 百度专区的玩家 百度专区的录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主公选择了徐树主 徐树主比较类似于刘备主 就是纯辅重 当然忠诚一定要选 能打出输出来的 不然的话基本没什么机会赢了 这里面比较好的选将 巡域当然完全没有问题 百大型神中 其次的话诸葛克也非常好 不脸师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脸师可能相比于 诸葛克巡域略为差一点 法证就属于 勉强可以吧 张和张宝我是不推荐的 至少在这个选将框里我是不推荐的 最后他选择了诸葛克 看一下场上的选将 沃泰这个 这个就是反德亚 这当忠臣就是来纯属空接的 剩下可以当忠臣的香香 诸葛亮 徐胜 张辽都还可以 不过从张辽这个选将动机上比较偏反 中会的话反正不是反对就是内奸 中会是反对的话 可能徐胜就是内奸 大概这个样子 主公 当然如果是路人群的话 主公可能不会忙给诸葛克 如果是就是 大家都比较熟的话 我说玩的比较好的话 这肯定是忙给诸葛克 但是他不给 不给就算了 不给忠臣也不要气馁 对吧 当然不给也有不给的好处 不给就是 就是也许还不会高到反雷的盲居的 对吧 这东西都是相对的 中会也没有去杀主 去杀张辽 这是内奸的 是反决略坑了 张辽不出意外跳法 这主公还咋无限 一张过拆什么可打无限的 你让他拆去 拆个中会 哎呦 看看能不能扶起来 我的天哪 你这无限就这么打了 两张过拆就这么无限给内奸打了 哎呀 不多谈了 先看无重 忠臣肯定要输出啊 这时候就去拍反雷就可以了 嗯 他去 他去打这个徐胜是对的 就是 张辽的话 他偷了这么多盘 他肯定有闪 有闪 不能说肯定有闪 有闪可能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话 你就是 连上徐胜和国泰 保证把这个 嗯 国泰压到凉血方面自己去拍对吧 但是国泰肯定死不了 肯定又补一爬 徐胜的话 首先他后之位不一定有闪 另外的话 从现在这个见面看 有可能是忠臣 他也许就不闪 国泰肯定死不了 然后掉血 自己吃的桃就可以了 然后等待后面的忠臣继续输出 好 现象跳中 现在都是法了 那看来徐胜是没有闪 一个火攻拍下去 本来是都没有逃啊 哦 使用他有个桃 然后 吴国泰手里都是基本牌 杀闪 直接被拍死了 这里没办法 现象继续打徐胜 也没有问题 挂两种突突 直接突出过去了 忠臣的话 必须能打输出啊 不能打输出的话 不能迅速 呃 建建立局面上的优势 基本上很难打 好 徐胜怪龙刀这些杀徐树啊 还好徐树有傻 还好没被偷躲 这玩的话是悲剧啊 难瞒的话 可以吧 这个难瞒的话 毕竟说 呃 打一下 他是想打朱尔克 主要是问题是 他是觉得张辽 应该是有杀 所以放了一个南巴 还可以吧 你也不觉得这个南巴 其实还可以 也不能说有多大问题 国量关心一上 火攻 火攻相向 当然这个时候那间要 稍微控控场了 有啥主 徐树 徐树的话 其实说实话 不是特别怕被诸葛控吗 因为他是可以举键出去排的 然后徐树没有动啊 手里 可能是闪 然后内间又开了一个EO1啊 内间那个EO1开的还行吧 但连打诸葛克 连打香香 连把这个徐胜收了 看看反对让不让收啊 啊 主要是他为了空城 那好吧 张辽为什么不偷主公呢 你偷内间干什么呀 偷主公的话 一会儿方便那个徐胜去砍啊 对不对 方便徐胜和诸葛去砍 那徐胜不乐意了 你偷 你偷主公和诸葛克 或者主公和香香都可以 然后诸葛克运机比较好啊 有了个距离 有了个距离就直接拍 不管忠诚有没有 陶也得把它拍死 对不对 就是你忠诚该做的 直接拍死了徐胜 热一下 万键他没有开 他怕香香死 其实我觉得万键可以开 因为呃 之前拿蛮的话 香香都没有出过杀 手里是闪的可能性非常大 万键其实可以看 你看手里这么多闪淘 万键 因为因为两张南蛮 他都没有出杀 他手里肯定是闪或淘这些牌 不可能留一堆其他的牌 诺良观星四上 那就是关了徐树牌 有可能关了就是两张锦囊啊 反正他用不出去 又有个南蛮开不出去 当然看一下吧 诸葛克是可以看到那两张牌的 一个铁锁一张球 这是什么关心的手法 啊 有一张有一张牌是到了那个中会的权力了 可能是张沙或者是冰 因为他自己不怕冰 但铁锁你为什么要给 为什么要给徐树啊 徐树是可以重铸的 这正好有一张九 好牌 点了其他 诸葛亮表示很诧异啊 就是他是 他是没放久 那张但是那张牌被中会变走了 我估计是张冰凉啊 他本来 因为他他是非要放蓝蓝的 他也不希望诸葛克有杀 我估计是张冰凉 但是你没有算中会的权啊 中会他要卖血了 中会这时候打诸葛克也没有问题 然后张辽的话 中乐了 去偷终于照偷香香了 这时候继续拍 可以三张牌先压一下诸葛 然后两张牌再拍 再走诸葛 再走诸葛就稳了 自己死了就死了 无所谣 好 你来一张草啊 这个就是将输出进行到输出到极致啊 嗯 五股的话 开一下可以吧 虽然徐竖拿不了牌 但是毕竟的话 是忠臣先拿两张牌 那间的话控场无理没办法 白瓦就是没距离 你就很难控场 诸葛克有过拆 诶 还真的有过拆 这些暴局了 暴张辽的局了 诸葛克的话就是围观中会了 中会登场 基本上除了杀一刀张辽 杀也没做 困不住啊 没办法 没觉醒 你就是 喊他控场 诸葛克的话就围观了 随便打了 直接找个机会 把那个中会拍死就可以了 神奥台啊 真是神奥台 就是死不了 死不了小强 中会还敢决斗 诸葛克 作死啊 看看就排队这排呗 这诸葛克就是什么 诸葛克陆迅吗 不是拥有整个排队的男人 这决斗 作死了 一会直接拍死中会 看神奥台 有一口酒 有一口酒 我觉得 这个可以考虑吃头 然后直接杀 拍了 直接就拍死了 没有什么悬念了 还有一把古证刀呢 直接就暴局了 输出到极致啊 再看一块 还是忠臣的输出 有视角玩家叫冲动的成哥 酒驱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样一个百度一个酒驱打 都是比较少见的 也挺好 曹皮主攻 这个 四号位的忠臣 这里面最好的肯定是寻忧 寻忧和成功是最好的 不练师的话 敏强可以 不是特别好 不练师给曹皮当忠臣一般 就是特别 我反正挺一般的 你要是实在说 其他武将强度特别差 勉强可以选 有其他一些好的输出 武将尽量不要选 算了几个武将就算了 算了取胜中会 卧龙就算了 给曹皮当中都是不及格的份啊 看一下场上选将 防后反 二掌反 邓爱比较偏内啊 左辞于翻太史辞的话不太好说 然后具体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余帆其实也是蛮偏反的 但当反也不太好 还是三九翠零 具体过程看一下吧 主攻可以去忙二张啊 主攻上来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忙皇后 就是帮皇后开技能吗 他上来四张开 正好发动技能 这肯定球员寻忧啊 你坑寻忧 雅如说寻忧一会儿没有大点 就如果这轮寻忧不出牌是非常非常亏的 就主攻上来这一刀杀的是莫名其妙啊 这一刀并平平统二张啊 这这刀是要把你的 把你的好忠神坑进去啊 哎呦喂 皇后肯定要卖血啊 这是什么不考虑的 是我毫无法卖了 还用琢磨吗 哎 你直接统一刀二张乐二张多好啊 乐他干嘛 有什么意义 他一会儿都把他用光了 左思是忠诚啊 左思是忠诚看起来后面都是反的呀 决斗二张 对吧 看左思就去决斗二张 哎呦还决斗没决斗过二张啊 那没办法 上来的话 这个然后看一下灯岸 灯岸能不能起起个距离的吧 九杀九杀泰斯这是内奸啊 皇后怕这个时候要拼点啊 一定要拼了 他不拼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他不拼 要不就是他没有 因为之前盘是明的吧 有10点 要不然就是他没有大于10点的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他太卷的军优于黑档反贼 怎么说呢 可能曹批犯了一个错误 皇后也犯了一个错误 一会儿咱们看看皇后的牌就知道了 扎一刀 扎一刀 先拆 看能不能带走太扯词啊 接开AOE 开AOE的话 好批把二张翻了就可以了 AOE开出来 救了一下 然后左侧呢 然后左侧呢还有个遗迹啊 那就非常好了 这个节目的配合就非常好了 他选择了翻鱼帆 行吧 翻鱼帆翻 二张都可以吧 左侧不给啊 哎呦 哎呦 左侧不给 不知道 我觉得左侧完全可以给了 除非女人那一件啊 当然也许那盘用不出去 但是你也应该给群优点 我觉得会不会比较好 我没刀群优 至于一下是个桃子啊 大桃子 看一下皇后 不得看一下二张 实践 联组你还不如给那个谁呢 还不如给鱼帆呢 对吧 蔡尔茨基本上就 一级死尼达了 咱们看一下皇后 借刀 这有个大K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是先摸的 咱们看看手里 他有没有大约10点的 又一个借刀 两张借刀 把刀都没收了 为什么还送威呢 怎么可送威的 然后就开始棋牌了 我觉得吧 他肯定手里有借刀 他不可能 他落摸了两张牌 不可能落摸了两张借刀吧 怎么说呢 主公犯个错误 皇后也犯了个错误 就弥补过来了 轻点啊 没拼过 拼到个简易没啥用啊 藤甲的话可以给顶回去二张 反正草皮用不出去 他去拼佐词是考虑怕被偷了 然后就去拼佐词了 给佐词有突袭 这个佐词怎么跑去偷邓爱 让邓爱觉醒 来到他是内奸吗 如果他是忠诚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去偷 去偷邓爱啊 你忠诚的话去偷邓爱 你帮邓爱觉醒 邓爱就直接控你了 本来要崩了邓爱直接控你了 邓爱觉醒 本来寻忠一动 那个泰尔斯和皇后就都死了 然后试了个盾 又把连弩收过来 然后呢 他想收人头 收吧 火工 谁是内奸啊 好奇怪 如果邓爱是内奸的话 这火工直接拍堵子脸上 顺连弩 本连弩挥过来 直接开OE啊 为什么不顺连弩 是我我就顺连弩了 直接秒反没了 盾没啥意思 忠诚的话 这没必要顺盾啊 对吧 顺连弩都好了 顺连弩直接秒反了 顺连弩的话把二张翻了就可以了 还好来了个连弩 要不然你这没有连弩了 对不对 打的好奇怪啊 看吧 又存那个钱 解锁连上 杀一道 不对啊 应该先不挂连弩 先普通杀 他不知道你有连弩 他很可能就闪了 有闪对吧 然后你在属性杀 这排序是有问题的 继续开吧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翻一下寻优啊 翻出杀直接把反对带走了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翻优 其实翻须翻也可以 翻须翻的话就是 相对来说 也比较稳一点 刚才灯岸是没有杀 灯岸有杀的话 他应该是自己收入太尔词了 不然的话你翻寻优 如果三张牌翻不出杀就很亏的 还好有一张杀 一张乐 为什么不拉那 拿南蛮你放你要是放南蛮吗 放南蛮的话也可以吧 让主公把自己翻回来呗 飞都是 那不怕那个乐到内奸手里吗 飞机的灯岸啊 直接捅过去啊 能不能同死而障 这直接就捅死了 八张牌没有没有防御牌很正常啊 放逐就是那个 就是限制你的 对不对 不要以为放逐就能放逐逃山久啊 主公的话 说实话这左辞和灯岸大家都莫名其妙啊 我真不知道看谁是内啊 联组可以拆掉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 寻忧一定不是内 如果寻忧是内的话 早把这个左辞和国家 给剁了 不是左辞国家 左辞化身的国家 还有这个灯岸给剁了 如果寻忧是内 有一点肯定寻忧肯定不是内 但是左辞和灯岸打法都有点像那样 曹皮直接 嗯火攻就把这个 左辞内给弄死了 按左辞打的是有问题的 左辞他如果看到灯岸中的话 就应该一直去搞灯岸 就不管你 就就搞你 最后一下偷他送觉醒 我就觉得他有点松内 就不是有点室内 不然的话不会让灯岸去觉醒 其实 这些录像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你忠诚现在这种场面 打不出出了 磨磨叽叽的 很难赢 然后今天视频就做了 感觉大家收看 拜拜